台湾IC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接连传出好消息 业界人士透露联发科平板电脑晶片几下得宜 获得亚马逊第二代智慧家庭产品Eco Dot采用 切入相关供应链 外界预估这将有利联发科晶片出货量再度成长 Alexa can still stream music play podcast answer your questions set kitchen timers control your smart home gadgets tell bad jokes and read the headlines 美国亚马逊推出的Eco语音管家 成为物联网智慧家庭领域热门产品 第一代的Eco卖出300万台 明年还要上看1000万台 亚马逊乘胜追击 推出第二代产品Eco Dot 与第一代功能相同 价格砍半 短短四个月销售一空 声控复合喇叭产品成为物联网领域炙手可热话题 台湾除了鸿海打入Eco供应链 媒体报道与亚马逊合作多年的 台湾IC设计大厂联发科 几下的平板电脑晶片产品线 具备良好的云端运算机能 几下原有供应商德宜科技 正式取得EcoDots订单 随着进入十月感恩节 耶诞节欧美消费旺季 平板电脑晶片供应链预估 联发科对亚马逊的出货高峰 将落在9月至11月间 对第四季出货量和业绩将有所注意 对 在美国市场部分有拓展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今年在其他欧美市场 还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我觉得这个欧美 这个算是一个重要的 因为这CDMA嘛 当然是美国是一定要的 所以这是 那欧洲的本来就一直都有客户 继批石晶片 潜入美国电信商Spring之后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锁定物联网5G工业4.0 车联网VR AR 人工智慧软体与网络服务 共计其他新兴领域发展 总计未来五年内 要投资超过2000亿元 联发科期望五年内 物联网相关营收战比 能达到总营收的一成 在传统半导体 手机平板逐渐饱和下 物联网与新兴领域 渴望成为营收主要动力 新大纪是沉维通综合报道